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偶有esa 韓國蔡 羊師造ty 上來來奉養人詐 所以開始來聘請詐 這次在短片一年ła 來另外一句 無法都跟回來 那現在要去請 那一分鐘馬前 那個提言就過去了 長導那時候 々那個提言 很多東西 不可思議 不過事件在你的面對 rejo4 你就覺得奇怪 所以這個 Use thinking of GOK 所以就在第二點營養當中 我們就在9203月30號正式落填使用菩薩 所以菩薩的墓點上一個區域 一個叫衣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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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是三十六段的寶箱 還有兩堂 兩堂呢 就是這樣了 所以菩薩跟佛的一個造型 所以我們待會就引禮大家 大概桌嵐一下 桌嵐一下 因為會不會這樣桌嵐 所以我們要禮禮菩薩 至少不少不擅長的禮禮 那我們現在要把他人多等20分鐘 20分鐘 所以在那邊都 下次都可以來 因為我們在那邊都有開放 所以可以回來這邊 在那邊我們同修 可以一起回來禮禮菩薩 禮禮菩薩要很重要 他都大大都出境 所以基本上我們現在就聽下來了 好 我們再用語禮菩薩一個簡單的程序 第一個就是我們這根 禮菩薩的功能 完了之後 你們大家可以發願祈禮 大家恒心敬意的 啟求祝佛菩薩 成功佩露我們 看你要講什麼 我們就講 完了之後 在有後求我呢 引領大家來禮菩薩 OK 好 來 請 加油 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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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有 cognitive, 痴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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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痴呆呢 接下來就跟大家介紹進來一點 這個執照館可以放過來 中間站臨 我們執照館 董事長當時有一個提示 我們在道場裡面最重要的 是要學禮諸侯不上精神 精神在哪裏 這是什麼 叫職培集團 職培集團 職培集團 職培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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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 來學習如果不上這個精神 所以我們今天可以看到 這個是我們的情況 我們大家一起學習 後面可以看到後面 後面這一幅就是波羅的後面的金金 有看到嗎 這個金金今天是陰陽科的陰陽膠 後面那個字是用老黃陽木 像一個棚木陰科 然後陽科再將到陰科裡面去 然後在島堅 那這個是台中一位主法家 三水護老師的他的自己 那是蠻精神還寫得還不錯 這樣搭退起來 這個陣子都非常好 那所以為什麼要擺心晶 因為心晶是重心之法 簡單就要兩百六十 由小嶺抱過暗堂 跪至黃河灌人灘 這個意思就是說大地 大地的就是大地 他身在這個虎頭山 這個地方以前叫齊陵山 現在叫做虎頭山 這個地方有大地 然後蒙虎 這就是蒙虎 蒙虎油鋼歸正旋 也就是這隻虎不是子宮的虎 蒙虎油鋼歸正旋 然後前面這個地方 所以可以看到那個山非常平靜 那個叫牛椒臉 牛椒臉暴坐暗堂 然後公明一句話就是 跪至黃河灌人灘 如果能夠得起地理 那畢竟後續會有灌人來朝聖 所以車嘴馬 所以剛好有應驗的這句話 應驗的這句話 所以在這個過程 也確實非常非常奧妙 非常奧妙 那我們要回到剛剛所講的 本來我們在這個新鮮館之後 我們能擔心一個問題 就是用嘴的問題 用嘴的問題 因為這邊主要是一個培訓中心一樣 所以每一次搬一開都是上千人 所以這個用嘴量相當可怕 如果在草津當中裡面很奧妙 就是說我們草津的自來水廠 它剛好在缺一個細水的大部分 所以它是找半天 找到我們大廟旁邊 後面 就是廚往旁邊 廚往旁邊 它就跟地圖 這塊地圖 買了一個很大的 一個很大的一個地方 來蓋一個地球 類似地球的汽水是一樣的 所以從以後 用嘴就很奧妙 這講起來是很奧妙的 很奧妙 就是老天暗中的波轉這個音樂 讓不來水廠這個汽水 就陷在這個地方 當然我們用嘴是要有水位 反正黑塊也在用 所以這明明之中 就是一些很奧妙的事情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們在整個當中 跟它做簡單的桌面介紹 接下來我們就把這個 直接交給我們 這個林修 林修建築這邊 來幫我們做好意思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叫光會 光會文教基金會的董事 通常我祝我所知 他們現在有四大 對 對 對 待會他會做得更多 對 那接下來 我們這次介紹一下 我們這個 我們 訪問 訪問 這次很重要的一個 規則 我們提醒的一套 我們的所長 李凱文 李老師 我們所長是這個 他是學生博士 他從來年做一場的同學 對於這個盧海上 還有這個 整個一個 一個哲學 他都相當有一個 一個健庇的研究 這樣子 那 再來是我們 何建興何老師 我們 游血 進去 他在進去 進去 進去 還有這個 哲學 和國學都 道義非常地證厚 再來是我們的 這個 鄭義君鄭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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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他的專長是 基督公教 跟天主公 公教的一個 還有公教 周圍的公教訓明學 然後 因為 我們那邊 因為知道他 人是一個 基督公教的學校 知道他在基督公教這方的職獎 身後的職業 他一點愛我弟獎口 接下來 我們就是 就把今天 交給我們的 電材人 前半晚 我們再做一個 銀杖商的一個 看各位有沒有問題 是重 那 不好意思 有請 我們 在我們下面 有一個很大的一個 炸禮堂 對不對 對 好多會讓我們 看到的事 那我們是不是 再給我們電材人 一個熱烈的 好 謝謝 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們今天來 很難得 各位 應該是宗教的 應該都是非常重要的 幹部 所以能夠來到我們這個地方 來給我們指導 來給我們指導 我們感到非常榮幸 所以在這個地方 也再次感謝 我們 所長 兩位老師 各位同修 地理指導 謝謝 那接下來 我們來跟他這個簡單的一個調查 這位就是我們花一族的 河道長 是河道長 因為我們算到在台灣總共有三組 二十多個單位 那我們這個單位叫做花一族 那花一族 那花一族底下有一個單位 有一個單位 我們這個單位叫做同等 所以我們 我們韓老前人 河道長 就是花一族的領導前人 我們也叫做河道長 河道長 他是在1943年來到台灣 以九族最高齡 回天交付 已經到現在有13年了 已經回去有13年了 很快 那這位就是我們 花一同德領導前人 就是河大夫 外面都稱為河大夫 那老人家也是在1948年 第二次來到台灣 真正造展 過了 那 在今年 10月6號 老人家也是工藝博滿 回天交易 像年齡86歲 82歲 可以說是 在一種開芳的 整個花一族的造型 那這一個就是我們 農料館的一個外觀 也是我們花一族的 世界的造物中心 那我們剛剛上去的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無比電 我們叫做銅酒的火焰 那這個火焰裡面有三大功能 第一個就是民主傳道 也就是我們三道裡面 就是那個製造傳道 傳道 由於在民之運用在人之間的姻緣 來副化的原本 所以火焰 火焰主要神智的功能 就是 團體上陣火焰 團體上陣火焰 第二個呢 就是休庭營火 我們在火焰裡面 可以建築於老闆現江車手一旦 以相關的一些 蘇一蘇五 天火的這個 節日 都來行李 那一方面呢 也是我們休息的一個正義 那第三個功能呢 就是 參圓 參圓遭遇的地方 然後我們相關的這個 這個銀酒山 相關大型的這個 這個人才零訓 這個地方都是一個 重要的場 尤其是整個道場的 重要三部的山 都是在這個地方 進入 這就是我們 在今天佛長 比較重要的三大功能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整個這個佛殿的 整個外觀形象 各位可以看出來 這個是我們在鑽造裡面 非常 應該都是一個 自主化的一個形式 各位可以看到它的整個結構 整個佛像的反射 一樣是鑽造大風都離不開 一樣的一個擺設方法 擺設的一個結構 我們大家來瞭解一下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的樓下 剛剛一樓 我們還沒有去 稍微有時間 我們再去一下 這是我們一個 白羊祖師的記念館 裡面就是公共的 中間這邊就是 低空祖師 也就是我們算上的 第17代祖師 然後右邊的是 天然復活 左邊是 中華正 也就是我們第18代祖師 也是白羊的 第二代祖師 所以我們這個紀念館 就是長白之尊鎮的 在人間的一個典範 所以我這樣一個紀念館 那後面這個就是 我們道的宗主 後面這個就是 道宗主 也就是我們所有 專教道親 周銀的一個總攬者 總攬者 總攬者 他們有做到 也參加我們所謂的法會 這個經營成長年 外建成長班之後 他會到 他對自己的宗教 有所比較 有所了解到他的核心之後 那麼一定要再 無趣的來 家裡接觸 既然會到有認識 而且有一個 比較出發性的紀念 之後 他可能很快的就會 選擇 徒戰 就變成在 早間的那一段社會當中 紀念館一段大的道具 叫多數的江戶學德 尤其這麼多的學生 很多南部到北部就學 北部到南部去的 那麼就以中部地區 兩三年的發展 就到台北各個大跟院教 那麼從 從小大學 首先成立的這個果實館之後 南北部好多高中同學 你介紹我 我介紹你全省各地參加 整個學生的這個法會之後 那麼三個五個 就看到鴻甲的這個 創立 他們已經租了房屋 大家共同開國 就變成台北地區 成為果實館最多的一個地方 他除了在別生 大家也開國 之後就變成 租一個房屋 大家住在裡面 這個果實館就順數很久 接下來 除了吃飯 跟居住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 本身要研究道理 把剛剛我所談的 這幾個重要的經濟 大家在早晚時間 會利用時間來探究 我在大學的時候 因此決議的介紹 明年去參加法會 所以我三天之後 就回到故鄉 目睹就了解道理 跟祖母親說 結果都不怕 只有聽了三天道理 一堂課 獨哉一律 我也沒有了解到說 隔天再回到台北去讀書 那後續的壓力才慢慢而來 這是一個學生來說 聽三天道理 回家 就跟父母親說 我怎麼不怕 那這個力量也不曉得從哪邊來 只是後面一年兩年 再出去感受到 父母親 親戚成有 他們跟人說 聯繫親親 什麼獨家族 就跟社會 這整個以後的交際 個人的事業發展 全部好像都把他算徒教一樣 這是那個最道理的了解 因為還沒學到以前 對佛教的一些書籍 基督宗教這一些 以及最重要的儒家的點擊 從國中階段 就以前很多古文都背了下來 人生的觀點大度上也不遠的 但是對宗教的排他界 彼此之間的江戶不能濃通 宗教還是能夠選定 我們人生的孤強 應該是好哪個方面 只是當有這個機緣 被決定迎迎接近的道理 學的道 也參加了三天的訪會之後 那很清楚地感覺到說 彼此之間 沒有這麼多宗教的問題 彼此呢 沒有宗教的問題 只有人跟天的關係 彼此 基本的議題 無二處來 通通都是一樣的 故意內進基督 就上天堂 跟著釋迦牟民 口就造出發語 跟著同老夫徒 生天官聖義 其實都是各樣的 人跟天 天竟 竟同天來 人本的天與良心 本的缺點國境 臨靜的關鍵點 而有 所以在所知凡當中 他除了這麼多 各家缺點的探究出怪 他又融合於社會當中 別反對決定 別逆在前面 這方面生活當中的照顧 感情特別濃厚 尤其 他除了一個 學校之外 學生 他會看到整個 學校 然後比台中地區 就有三十幾所的 整個 關車 大關 大學 高峰 好幾個學校 只有在一起 就成為一個學界 那麼比台北的話 那又這麼多 好幾台所 那麼學生 抓了學校之后的 相互聯誉 以此之間開設 研究 大家共同的探究 這一個立場 會與三如 一個學校 兩個佛堂 兩個伙子團的運作 更加 有力量 產生出來 尤其在早些社會 社會界對學生的關愛 那所有的資源 足距不斷地投進來 好比 國師團裡面 學生經費不夠的 好多 社會當中 經濟能力做 而他們的愛心 不斷地付出 關照到裡頭的 經費來源 他們本身 在做態方面 沒有經驗的 都是 有很多 我們的長輩 愛心不斷地 來家與關懷 還阻止著 我們的道場 這麼多的國師團 有幾道現代 他更是南北各地 好多的 這個道經的殖民 現在都已經是 國師團畢業又畢業 好幾個聯歲算來了 那變成我們現在 國的道經 他們的殖民 在高中 在大學的人 相當多 他不一定 就在 附近 很多南北各地 甚至於全世界各地 都有這樣的一個情形 就會加速介紹 我這個殖民現在到南部去 哪個學校 就介紹到哪個學校裡頭去 他的飲食生活當中 家長就比較不用擔心 所謂在家靠父母 出外靠朋友 但進入到國師團裡頭去 家長就比較安心 大致上不會在現在的生活當中變壞 我所謂的文化也成為 文化一同學 現在道路的武將 這就是 個人的心得 跟大家來介紹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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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跟體育發展的時候,看到一些天氣的樣子 我想我們同學對於體育的發展,特別有氣趣 我們在中環學校裡面,中環學年輕人都封到團體的一個體育的發展 看到從中環社會學裡面去看到一個體育的變化 我們很謝謝我們的兩位親民 我相信說在這個對話的過程裡面 我們中環老師也要給我們對話的補充 最後如果有中環老師做一個對話的補充完之後 我們最後請我們的臨心理給我做一個總結 我相信說待會兒如果我們有機會去看一下 可以也許比較快的時間打擾完我們再用 像找幾個影響比較沒有關係 我們這場對話 如果中環老師要不要給我們做一個對話的補充 我們做一個多米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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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發現兩位女三次的影響 我非常壓抑 也就是說 其實在中環社會上當中 除露其實人的重要專業 洛宗是法國的人和人類主家旅行 我們當中的地方 中國人為大家做一個多米頓 我們現在的確認他 如果認識其他情況的話 我們這些其他中間 比較遷律的人 尤其是因為有多米頓 也很遷律的 因為 看白說是相當的 這種某些印象 有一些 其實可以有一些摩擦 或許 itution 請問他在外面中的參考 也許我們昨天有選擇 兩岸進行選擇的選擇 也許我們都要考慮 請問政黨社會要對話的鼓蹤 或者是感想的分享 我自己是覺得蠻有意思 就是那一個國族團 國族團是有感覺像那個 經濟家的團系 不過他比團系更強調 那一個 其實如果你知道團系的話 大概也會共同祈禱跟聖經的故事 那只不過說 那一個在聖經的故事 可能有一個聖經的故事 相關全是他需要有一個 大概有一個 疑惑指導者 像是要有一個 像是要偶亂當主人 疑惑指導者 或是疑惑指導者 疑惑指導者 但是後來 你不懂了 就讓你吃完工具 所以如果不同的 就是西伊國會比較好奇 那第二個問題比較好奇 就是說 那它裡面還有其他的工具 那如果對一些觀眾朋友 會講的 可能是不同的 西伊講不來的話 那如果是排定位置 如果這樣好像有 排定位置 那 究竟有一個情勢的 內容或了解 去排定這個位置 那我們是不是請我們的鄭經理 先說 先唯一一下 然後最後我們請我們唯一經理 來做一個總情 這樣 所以這個先打探 我們 那個 時間點我 我沒有趕時間 是 是 我們 我們一直大家照鏡頭 下一個行程 我們 有 我們 因為我們用叉大概要30分鐘 然後 禮靭菩薩大概要30分鐘 那待會我們可能就是說 是不是說我們先去用餐 先用完翻之後,再去進去幹 這樣的承認點就比較搭配,要注意一點 請正經理先給我們說明一下,跟我們經理最後的結語 我關你們老師所提到的,是一番大於一句話說 到本一句,你無二字,在全世界當中,能夠以這麼晚戰的時間 從民國19年,轉到老師領受天命 到現在,民國97年,才是80年的過程當中 反騙全世界80古的國家 其中,當然台灣的經濟起歸,才能夠讓台灣的這麼多收到叛造的人 到全世界各地去通道,絕對跟經濟有關係 第二部分,引渡掉經濟的關係之外 一貫道,能夠在這麼短暫的時間,傳播到全世界各地去 甚至到南非其他附近的國家 我們在開法會,要講華語,翻譯講英文 英文在翻譯成章句的話語 這樣子,依然會盡受重情 因為他已經跨越了宗教的範圍 完全是我們可以談得到的一種以經、益經 俗教所說的 聖人天則我今之所同然,與我今有七七言 絕對宗教的神徒當中,一定是在我們內心當中感受得到的 而在現在的歐美國家,也有相當多的習慣到造星 當然,他會與他本身同條所接受到的各一個部分 把他的經典教育來跟主教教下去探究 可是還有另一個最出生的地方 因為羅典說的修民神父 正是於其他宗教的人員 由他親自所看得到的,這個錢而上去味道 他所看到的,堅果、無葬 以及該法會的最公正的畫面 東掉西江湖,一貫道、坑貝判 一貫道、坑貝判 我們來做出,我們中間有先的底位 第一個,這一貫照片 另外,另外一個 這一貫照比較陌生 剛剛因為我昨天,之後內特好,之後兩位有幾個問題 左內特好 一貫道的一個概念 所以這不是稍微有一個概念 因為我們這間區是一個八一同的光繪造謀 我們就做簡單的一個分享 他們習慣到他大概在被學者李毅雁 有一個人類學家李毅雁 他被認為說道德式政教堂 他們就是說他們對這個中華文化的經典 戰教的經典 還有儒家的觀念 還有說 如果是大王來行出事的這種儒家的觀念 非常前面 所以他被認為是道德式政教 大概他的中華文化就說他民國有六年代表的 還被政治徵紀 過去嘛 這個就是說威權政教 一貫道的民主力 好好玩 所以他跟一個叫日聯政政 是被政府 對 路改外側 他不願意他的團體 不願意他 他不願意他 所以 他是被賤 這彎出來 他就是整個走遞下 他不願意他 沒有 那 其實說 選擇三下合一的思想 那因為在送你你選擇三下合一的思想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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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一個人出口 不能講解他 他什麼話 他就是所謂的一個庶民上的共和一個文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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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好 對 那 那 譬如說如果像余英時 他 他認為說中國的宗教 中國的宗教他大概有 在過去的分類 那現在當然是過去分類大概就分為 就是說 制度化的宗教跟普化的宗教 一貫道它是典型的那種古化的宗教 所以早期它不用一貫道這個名稱,它叫先天道 那助理你覺得它有兩個體系 一個叫學童體系,一個叫道童體系 學童體系就是說他們把儒家的觀念拿來做學術研究或者是說出世當官 那道童體系就是說他們把儒家的觀念不但是在學術上或者是在當官的一個科考之外 他們希望用透過儒家的觀念來改變整個當時的社會 最後的一個亂象跟政治的一個風氣 所以這個屬於道童體系 像王陽銘、陸相夫或是宋敏理解像有名的派古學派都是屬於這個體系 像王明就這麼說,心極道道極體 他就把他覺得心就是本體,本體就是道 就用很簡單的觀念,就把它連貫起來 那這個道童體系就是,標準於他文文周公、同志孟 那這個體系,這個道童體系是被一貫道,還有明天信仰他既承 既承一直延續到現場 包括我們現在看到的像如宗神教的體系 還有像慈慧堂的體系,他都既承了最快 他都一樣既承了最快的一個區域 那這個體系一直延續下來 他們就是像孺化的宗教取經 然後慢慢形成他們靠著一個神學系統 宇宙論、形藏學 那一直到第十五代祖,就是習慣到第十五代祖 就是王學一在清末的時候 他把宗明理學的理氣象 理氣象加上一個天 所以他們就只會講理天、氣天、象天 理氣象這種概念,宗明理學的概念 後來也被併到義經裡面去 所以他一直到這裡的時候 就把他加成理天、氣天、象天 就所謂形成他們所謂的三天、三聖法 就是說上陣、中陣、下陣 然後因為明天信仰他的駕馭的能力是很弱 所以他們在詮制這一塊的時候 他是用非常簡單的方式 就是說我們家裡面他講內政、外望 那所謂理天、氣天、象天 這種觀念就被形成就是說 外面內政、外望 外在是公、內在是德 所以說外公、內德 然後形成所謂的公、德思想 我們要做 我們外在要行善公 內在要修內國 所以形成這種公、國思想 然後慢慢形成這種天、地 就是界似有點二分法 說天、地、英、國、善、惡 所以我們一看明天信仰 他在詮制這一塊他很簡單 他不跟你講的態度感 他意義思想 他在講最快他不太簡單 他這個其實就是 所謂的一個 從儒家內政、外望的一個資產 延續過來了 那聖明理學 他被民間的教派起收了以後 他再過去一個 就是說 一段到體系 他是到十五代主義後 他才形成這個名稱 就是說 他把儒家裡面 就是講說 吳道義一貫之 這個名字把它定調 定調為一貫道 但是他在這個 他講的比如說 以前他們叫先天道 後來 就是說 有所謂的龍法派 我們現在 你看過期 我們說太神的齋教有 龍法派 曾經我們以前說 那是空門的 還是龍法的 龍法就是所謂的齋教 那龍法派他們就說 他們自稱叫大政府 佛教龍法派他們 還有一個金床教 這個就是屬於 屬於所謂先天道的體系 但是他最後留下來的 留下來的只有 這三個就是屬於先天道的體系 最後留下來的 他一貫道的體系 因為 因為 就是說 明天教派裡面 所謂 他的文字能力 現在文字能力比較弱 所以 到了第七代主 第八代主 張天然 他在大陸那個時代 明末慶祝那個時候 他考慮到說 你如果要鼓化大眾的話 你這個文字的深度不能太深 所以 他有把它修整 修整以後 所以他的儀器 交易 就比較簡化 簡化以後 所以他這部分 他是整個一個 把它鼓化出來 就形成我們現在 一貫道的這個觀念 那反而是 龍法派他比較強調經典的研究 還有是 金床教強調這個 三教經典的研究這部分 文字的屬性 比較強的這部分 好像他就沒落了 那一貫道他 他們這塊稻桶一直寄成 寄成 比如說姚頓一張目 就用紅組、孟子 然後一直往下 寄成到第十八代主 就張天然 他把它現在改變成 所謂的現在一貫道 就是說 在過去一貫道十七代以前 他們很強調清口 就是說如果你要求道 求道的話 你要頂先的 就用來頂先 就用來頂 你再這樣求道 他求道以後 記得要負七分法 然後馬上要吃素 然後練球全全攻 這個做人要說 不要說往上會有問題 那方向他把它改掉 改成就是說 你要求道 你不一定要馬上吃素 然後你也不用負七分法 他就把完全如假的東西 用這個比較 要自主 住民大眾可以接受的那個觀念 把它結合 那 他制定了這個 證定國歸禮節 就是現在我們看到一貫道的 其他舉例都是用這個國歸禮節 那 商天然大概在民國 他幾個年去醫院 然後他的太太 崇衛冕繼承了 他的一個盜頭 但是他就不稱祖師了 不稱祖師了 不稱祖師了以後 又四年崇衛冕去世 然後他們就認為 就是說好 以這些徒弟 代替組織員 然後一樣來辦當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一貫道 主線很多 他是這樣來 就是說他們有十三組 十八支賣 但是因為 現在是到後面的稻產的問題 所以他們很多單位 單位就是老前人如果去世了 然後比如說下面有兩個領導人 這兩個領導人 一樣會分家 因為這是到稻產管理的問題 所以他們認為說 各自努力 但是稻產要分開管理 因為現在對圖眾 對信主要有一個交代 所以他現在的單位 會越來越多 因為他們組織局勢了 所以他們現在用老前人來稱呼 在他的教育這部分就是說 他們是比較主張理論思想 也就是說 你可以問到 他完全就是 在網生都算清楚 他不求其他的 那他們有一個講說 我要網生理監 理監是從理性向那個觀念 理就是本體 那個理本體就是說 我不可以解剖 拋怨 但是他的本質裡面 許無他們是往生 都算滅煙為他們的一個中級目標 因為他們認為說 理業主要來下層 下層要化所有世界的聯華方 所以未來是白洋 那白洋棋這個概念 從一斤裡面 液晶觀念 液晶裡面來 他用液晶裡面 來用一段的一個時間 來來制定這樣子 那最主要他們的主張是 胡生老母 所以他們是崇拜 極樂思想 還有提供活動 但是他無神老母 那無神老母 那無神老母的位階 有點像是那個 那個 道教裡面的語氣 演技化專精 那那個語氣 他大概是 比較那個 有點像滅煩 那後來被形象化成為一個 生的一個 就把他送了老母娘 那其實他那個老母 其實他那個 那個就是說 他們認為說 身天身地 身萬物 然後這個 可以進入無谷 所以他叫無神老母 其實他最終的目的是 是不生不滅 那後來因為 被明天教派 就慢慢嚴格以後 就被 可惡可惡講說 老母娘 或者是女性化這樣 其實他 這個無神老母 比較終極比賽的一個成就 不過你 你反正說 終極的一層教學 也可以這麼說 那 一般教 他很強調一個就是說 甘草虎度 末節觀 他有一個很強調的 末節觀念 那種末節觀念就是說 他們認為他這個 宗教的經驗 是因為 現在人類做壞 那個壞 這個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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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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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宇宙 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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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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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認為說現在這個末節關是道解並將,因為捷詐已到眼前,那這些渡天生某不忍重生無憾,天氣不忍以萬物為渡口 所以他們就這些渡天生某就發願倒裝下凡或者是派他的服務來祝這些有緣佛子 祝這些有緣佛子的時候,所以現在就是捷詐是來周差二人,那是道,道是來救傑 所以他們認為說現在是道解並將,那他們有個末節關,他認為說他既然道解並將的話就要參考輔助,他們的參考輔助就是說上渡河漢親手 他們認為說那些天界天神新宿,他不見得拯救的,他還有他的福報,例是說天人一樣 所以他們認為說要上渡河漢親手,這些新宿這些天神不再給他渡,要中渡善然性,下渡幽命回溫 他們認為說現在是炸開輔助的時候,所以你看他們在渡市,他們渡市非常勤勤走啦,他們在做這麼一個事情非常勤勤 而且他們很重視加綁,加綁成姐,就是到你家裡去拜訪,人間裡面 那這個體系其實,我們現在看到,一般道的體系,如中神就是昨天我們軟廠的一個體系,像直廣的體系,他都講這個觀念,他都講三大輔助,講末節關,講道解並將 但是一般道的人才是比較,他在評這個人才部分比較好,所以他是比較重教化 那你說像我們昨天去的那個軟廠主席,如中神叫,他比較重俗化,俗化就是說他用文字來俗化,叫化他不重人來勸化 那另外一個就是吳慧堂,也是拜搖子親吻王,就是我剛剛講說,那個吳神郎被胡神化以後就變成一個女神,變一個搖子親吻王 那他是比較重婚道,就是重女生,女眾的一個救度,那那個時候過去女眾很可言,那女眾沒有一個女神 那過去成就者我們來看,像是男神,中國人來講,那他們認為我都因應一個女神來,來渡這些婚道 然後,所以他是女神的因應就是在,來救度這些女性大眾 那這身的部分就是屬於這個,就是屬於這個,就是屬於這個,所謂過去,今天到,就是到過來的生命 那一關到他們的道場合體,就是老前人,前人,然後點完之間,我覺得要點完之間,來給你點到這樣 再來一關到,他很強調吃素親吻王,這個是跟其他宗教不太一樣 其他宗教,他或許他不貴全面,那一關到四十多嗎,從我到我都很強調親吻王,他認為說,你吃素才能夠免這個搭子 因為這跟他的末節觀點,末節觀點認為說,人類千百年來這種燒兵結,到現在已經完全結剎 所以他們要互相的,一定要用次數來管節,然後人類要從次數裡面開始休息 這個是他們的一個比較,一個比較重要的學衛心思想 那我們等一下去這個叫光會,就是發育蟲的一關道 這發育蟲的一關道,他們很特別就是說,所有一關道裡面,只有這個發育蟲的這個體域 也就是說,陳大夫或是之前往生,這個體域是,在早林國五年代、六年代,他就開始住大專院校的學生 在過去知識分子要走入信仰,也不那麼容易 尤其你在教育這一塊,中教不發達,資訊不發達 那他是,陳大夫發育蟲的這個體域,他非常有眼光 他在每一個大學院校、大專院校,設一個火師團 然後就透過火師團,讓人家來發火、吃素 然後用很便宜,不管你有沒有信仰,沒關係,來,來吃素發火 一方面可以照顧,一方面可以就近,就近成全 然後用這個體域,他們在每個大專院校成立一個火師團 而且發展非常成功 然後這批大專院校的學生後來成為他們這個宗教的中流體育 中間分子 他們在過去也有發生信仰危機,就是說過度強調,譬如說服軟 或者是業俏,這種所謂神機 他們道場發生所謂的信仰危機,他們的引導人就認為說 圍體也是神機,大概在民國六十八年到七十年左右 他們就認為說,既然這樣的話,是不是要制定所謂的核心課程 所以他們後來制定了五年的課程 五年的課程教育出來,也包括他們講是他們未來的領導人物,都是在這五年的課程教育出來 他們這一部分是被一貫道的體系學習 他們學習說,他這個你要從信仰面,轉到思想面 然後他們從現在,他們從大專院校裡面,附這個火師團 也被一貫道體系學習 所以他們有所謂講學界跟社會界 我們比較有名相,像昂隆,昂隆隆的章龍花,這個很點rane的社會界 高雄一手大學那個,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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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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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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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鋼鐵夜的一個總台 他還是一貫道一個業流阿 他幫他還是一貫道一個業流阿 張龍花,他還是一貫道一個個點餐 那這個就是主明社會界 那..巴伊遙從者,他全部是在屏歜區間 那同学界裡面 忠然我們現在慢慢發展的是所謂的一個萬人無夫已經派來的 他本來從大專班,你像是大專班,你這樣去到官位,如果我們可能看到他上個 像他現在的這個空間的使用,大專班已經不完全是用大專院校的使用 班的社會,他們大班也會在那邊 他從大專班裡面延續到向下,認為說社會在改變,所以要向下大跟高中班 一直到所謂的青少年班,小約子班 然後他認為說,這個社會在改變,那既然一般道他本身用很多的公共部長和家庭部長,他就是連結這個機械來看徒經班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很多所謂的萬能徒經大會、小壯年,從國道裡面的專長官 因為他從他的網路裡面,他看到整個社會線線,所以他認為說政府應該要推廣 然後從推廣中國文化、中國文化的一個傳統的教育裡面,讓小孩子能夠 而且徒經他認為說,15歲以前悟性好、季性好、悟性好 那15歲之前,你要讓他來徒經 這個對他們一個人格的一個學養,還有全人格的教育有很大的一個幫助 所以他們就向下大跟,向下大跟以後他在網上就發現說台灣面臨會是面臨那個老人化的一個國家 所以他就有所謂的青少年,就是大關以上有所謂的一個強勤班 那他們等下他會做招勳的,就是他們會講到他們一個全球發展 整個一個全球發展來給併作 那發育從者機關到23組織巴斯脈,現在可能已經超過18組脈 但23組織是一個單位,一個很重要就是說 他的組織是最少說入大關,大關院校組織在民國600代那個組織 那這個是指著我們去觀察,就是說為什麼在上司每個大關院校都有幫助設一個伙食館 然後來發表是他的一個組織 所以在這批上司,就是說整個一個超整次教育的精英 他們做這個一貫教育之後,他們把這個真正的優勤,落實在生活上 然後他們伺服在接著就是說,以儒家的一個思想,精神一套穩定的力量 然後在這個社會面做一個落實的一個工作 那因為之前我們去跟他偷偷的時候,他們還有想到他們裡面有多一個經驗 還有他們現在全球發展的一個併作 當時我跟總統講說,本來是法官重申 但是法官重申他也是一個民間大陸給指揮一個領導單位 我個人是想說,像我們這個中介人就說,我們找的一個單位應該是比較 比較上司 他們的領導體系應該是比較上司 這樣子他給我們的頁面也好 我們有看到他的運作體系也好 也會看得比較廣 那一官告他是沒有區域就是說,他從領導體系那種所謂的上司社會 慢慢被民間教派聽說,又提正所謂的一個價值著名化 這個過程裡面,中間他那個連結應該是要有指示問題 要有指示問題 那他們也服軟 那路程叫有服軟 就是軟檔有服軟 那最大的差異就是,因為他他是在這個宗教的一致對這部分簡化 軟檔他還保有一點點,就是所謂的一個軟檔的一個宗教管 那他跟軟檔道教在一致也有不一樣 他比較改變整個是什麼 那我用最簡單的一件的 好,對哦 我們等一下,我們舉句的話,就是說 一般像,一般像,一般像,一般般到體系,軟檔體系,或者是這個 熱糖體系 我們都會用輔家的禮,就是我們跟他用輔助 我們,因為每個宗教案子都不太一樣 那一般就是說,因為他們一個用輔家的觀念 所以我們會用輔家的禮給他們做 對他們這個,聽說他們跟他們名的輔助,做三種宗教 他們呼的話就是說,今天他們有三個,三個檢查 檢查是就是說,你要丟到 他們要丟到,他們不是要擺板,他們就丟到 丟到就是說,他們對丟到的觀念就是說 人哦,人哦 人,你丟到,過去你要丟到的話,要三千多米,到百米,到百米,到百米,到果圓滿 那,所以你還好得到高生、了死 這個名字是指點,就是一個宗教儀式 那現在他們認為說,不要大開祖父啊,所以要先得後修 所以他們還是會透過一個求道的一個儀式 就是他們一個宗教比較特別的一個儀式 他們所有的儀式有公開,除了你要求道,他們獲得這個賬保 就是除了你求道人之外,他們其他這部分不公開 例如說,跟自動化中向裡面,比如說類似像民眾他們有種的共法不共法 就是有點類似 不共法可以共修,不共法他們就是參與主 那他這部分的話就是保留,保留他的一個宗教儀化 就是除了你要求道,那不然的話,他們這部分是不對外公開的 那我們去的話,那就是辦求道的那個就是檢案師才可以辦 他們認為檢案師是上天領選出來,以後因為道德學問要很好 那如果這樣子,你長期在道德學問要走路 然後獲得這個前任提法,然後送完見命 所以他們認為說檢案師是走緊見命,人間知識命,地之傳道 在宗教的神聖性這一塊,他有這個一個認知 所以他們是一個凡人,就是在求道那一刹那,他們就送他的神聖性 那沒有,我們去他們有三個檢案師 三個檢案師 這個是一個出來給我們做,差不多一個介紹 差不多一個介紹 那因為,如果他人間有沒有改變一個信領,林檢案師 那就是他,他只會因為作為經理,就是林檢案師 那或者是一個信領政,他們另外一個信領政 那他們,他們就是裡面的一個精英分子 那這個大一同德,風貴 風貴他是他們的大一同德政,全球造物運動中學 那他們的老選者,大夫,大概在前幾個區域 他們有來自重的大陵執官員 那這個媒體有放長 就是他們在這部分的民進力是很強的 那我們這種觀察就是說,這個宗教他的一個 宗教的觀念他在併作 那麼另外一個就是說,他的主持 尤其他現在聽說他有四個基金會 他們有全部開班,都會中生學習 這個就是我們去跟他做個對話跟觀察的 那我們去的話也是,譬如說林經理,謝經理 然後再來就是鄭經理 那過去他這個經理的名稱就是說 他們以前這個名稱叫建德師 但是因為在國民政府那個時代 他們就把它列為定教,讓他發展 所以他們檢卻的名稱,就 就社外就不称了,社外就稱為經理 就是我們總經理,那個經理 那個經理後來就是說 大家都那個去 奇怪那個通稱以後 後來就直接以經理來偷路 所以待會我們可以直接就跟他說 林經理,鄭經理,謝經 這多年的功力才能夠有這幾分鐘 你還沒在留啊 他剛好被探索討在清修沒有結婚的 我們等一下就是說 其實他如果有時間的話 他會帶我們到他們那個觀音 他們有個好像觀音那邊 專門收藏很多各年代的觀音 這是一個美術館 各方的觀音 我們等一下去那個地方很有趣 我們像我們做套坤的那個地方 是那個他們這個 一個鏈子就是說那個媒體室 媒體教育 可是內棟建整個建築物的下面 他有一個可以容納一兩千人 一個這次就是像我們這種作業 往上抬的那種事情 他願意開放給我們看 開放給我們看 像國務經驗館一樣 所以他們重要的很簡單 是開會的一個地方 他們簡單是開會 我覺得這到一個中心 這才有很多東西 那因為我當時沒有跟他要求 我說 如果這樣 我們看一下內容 他那種氣勢 那種 內容氣勢 也到了 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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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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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指示就是說,你在道場要長期投入 然後這一點不需要被大家封過 你的道德標準,還有你在道場的學養來轉 要你去攻陣,再來就是說,我要指示一定要清白 你當地昆道就是你燈 以道家來講,難得燈,選一個燈 最重要的原因是,它是機械就不能結婚,你結婚的話它不可以做一個人 那前道的話,它是比較...前道的話它比較好危險 那既然它們管齊的,主要是... 那正面點是,它會是氣球的主要的一個重點 那每一個單位它的發展提起 那所以,我們就發現那種別人,他們會造的那個頭部,會造的那個尖線 都...這樣就比較難 那它們的觀念有分開,就是修道跟半道不一樣 就是說半道辦得很好的人,不見得學校覺得很好 那修道學校覺得很好的人,它不見得有那個鷹眼照辦 所以它們很相信天靜觀 它發展提醒你老公說,還有更新的 那正面觀念就是說,他們很相信說,我們在老型的人 我們不要亂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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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年代他們就講出就是我在開放全世界 80年代他們以前的開放是怎樣? 就是說,我全家移民到巴拉圭,那我就去開放巴拉圭 那它不是因為說在巴拉圭,假設說我要去到巴拉圭 不是因為我在巴拉圭有新人,只是因為說我要去開放 他們的那種教育就是有很大特別之處 那從這裡面去看到,在這過程裡面,他們去選拔就是這樣 選拔就是這樣 那當然點來是他們的內修,修緯都非常好 修緯都非常好 就是他在那個精進的修持這一塊 那你要不要來跟他講一下?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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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這樣走比較近 這樣比較近嗎 可是我們這裡有一個住這裡的耶 對啊 對啊 一隻的人耶 一隻 棒子 好 那你過來抱怒好了 你過來抱怒好了 那你們在哪裡? 浮山多嗎 會 會 會他們來,他們太低了 那 等我們轉到浮山多的時候,一起來去一下 好 好 過來 好 那我在époque的旁邊 好 好 嘿 那你跟他講一下 他就要看你一站比較便宜 你家你是走外反對嗎 對 如果他們那個時候不是吃飯 就叫做什麼 就叫做什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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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腳臂 腳臂 G 他就有差比 哈哈 一直很熱 敵 Chapter 現在是說去 要讓你給我殺皮疙瘩 對 看我眼鏡 我們現在要往方位的方向走 方位方向他在那邊等我們 六年 六年 四十六 二月 那應該七十五年十二月 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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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五年十二月正式中 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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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借 借 借 一 站好啊 那誰放啊 等一下停停 我們這裡上去 這邊 那我們 上去 沒有啦 沒有啦 那我們車子庫要放 五月到後面去指揮一下 讓他放骨好了 你要放骨嗎 等一下回轉 等一下回轉 指揮一下他放骨 啊不用喔 差點 差點 比如說 現在好像要叫做,看幾樓叫做的 我們現在前面那次帶著實測 對對對 哇 好,我去找你啊 我們跟著前面那台車走 左轉左轉 右轉左轉 左轉右轉 左轉左轉 就開始來請 所以在短短到一年的時間 就喊另外一請 無法說什麼的 現在要去請 我剛幾分鐘 那個體驗就過去了 剛好那時候硬那個體驗 很多東西不可思議 都會直接在你的面前給你看 就習不習慣 所以這個講解就是應援的特徵 所以就在第二名應援當中 我們就在9203月30號 正去洛田使用菩薩 所以菩薩的目點是有三個區域 一個叫低管 那是中年式的 一個叫低管 叫善團式的 那中間是36狀的皇像 還有兩堂的 兩堂的禮 不掉了 所謂菩薩跟佛的一個造型 所以我們待會會提醒大家 大概多懶一下 多懶一下 因為會不會這樣多懶 要提醒菩薩 要自找自找自不善狂的禮戰 好 那我們就要把人多等 20分鐘 20分鐘 所以大家就是多 下次都越來 因為我們在這裏 我們在這裏都有開放 都有開放 所以可以回來這邊 在這裏我們同修 可以一起回來這邊禁止趙 禁止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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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止 趙禁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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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家好 大家都在加油 這兩個參與 中國輔助的教會 好 接下來又跟大家介紹 進來一點 進來一點 好 這個輔助 我們在教館 中間一站在裡面 我們指教館 就是我們當時 我們指教館有一個提示 就是說 我們在教館裡面最重要的 叫做學禮諸侯指教精神 精神在哪裡 就是這次的主 叫職輩提示 職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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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外觀和內觀心 四海混云霧 來學習 不大這個精神 所以我們今天可以看到 這次的事 我們的情況 我們大家一起學習 那各位可以看到 後面 後面這一符 就是波著 後面的菁菁 有看到 這個菁今天是 陰陽科的 陰陽膠 上面那個字 是用老房陽木 像一個堂木醫科 然後陽科再降到醫科裡面去 然後再倒邊 那這個是台中一位主法家 三點五秒他的自己 但是滿精采起來很夠 搭配起來 所以震動都非常好 那所以為什麼要擺心境 因為心境是重心之法 簡單重要兩百六十 牛角林抱過暗堂 跪至廣闊的萬人灘 這個意思就是說大地 大地主的就是大地 真在這個虎頭山 這個地方以前叫有祁榆山 現在叫做虎頭山 這個地方有大地 然後蒙虎 這一隻是蒙虎 蒙虎油缸歸等旋 也就是說這一隻虎不是主宗的 蒙虎油缸歸等旋 然後前面這個地方 所以可以看到那個山非常主題 那個叫牛角林 牛角林抱作暗堂 然後聰明一句話就是 跪至王猴灌人灘 如果能夠得起地理 那畢竟後續會有灌人來朝政 所以車水馬 所以剛好也應驗了這一句話 應驗這一句話 所以在這個過程 本來一切是非常非常的奧妙 非常奧妙 那我們 要回到剛剛所講的 本來我們在這個清天館之後 我們會擔心一個問題 就是用水問題 用水問題 因為這邊 主要是一個培訓中性一樣 所以每一次班一開 都是上千人 所以這個用水量相當可怕 如果在靠近當中裡面很奧妙 就是說我們草亭的自然非常 他剛好在缺一個細水的大公司 他就找半天 找到我們大廟旁邊 後面 就是圖往旁邊 圖往旁邊 他就跟地圖 這塊劇的地圖 買了一塊很大的 很大的一個地方 來蓋一個 地球 類似地球的細水子一樣 所以同一句話 用一句話 結論 這講起來是很奧妙的 很奧妙 就是老天暗中的 拱展這個音樂 讓不來水場 這個體肥就墊在這個地方 當然我們用水 不要有水位 反正一塊也會用 所以冥冥之中 就是一些很奧妙的事情 所以在這個地方 在整個當中 跟大家做簡單 這樣一個說明的介紹 接下來我們就把 這邊教給我們 林修 林修建築這邊 幫我們做好意思 這個地方叫光會 光會文教基金會的董事 他們 通常 據我所知 他們 現在有四大 這個 待會他會做得更 那接下來 我們這次介紹一下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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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很重要的一個規則 我們 我們的所長 李凱文 李老師 我們所長是這個 他是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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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整個一個哲學,他都相當有一個建立的研究 再來是我們何建興的何老師 我們有學藝術 他在藝術學、藝術學、藝術學、哲學、哲學都造詣非常深厚 再來是我們的鄭義軍鄭老師 鄭義軍鄭老師 鄭義軍老師 鄭義軍老師 鄭義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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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義 不好意思,有不停之前 我們在我們下面有一個很炸的一個炸禮堂 對,有炸禮堂不能讓我們看到 那我們是不是再給我們電台經理一個熱烈的炸禮堂 好,來來來,董老師 謝謝老師 大家好 感謝您的董老師 接下來就 我們找會主人 我們訪問我們 我們訪問我們整個 整個 整個照會的情況 今天來 各位可能就是 比較是宗教的 應該說是非常重要的帳戶 所以能夠來到我們這個地方 來給我們執照 來給我們執照 我們感到非常榮幸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們再次感謝我們 所長兩位老師 作為同修 的地理執照 謝謝 謝謝 那接下來呢 就 我們來跟他這個簡單的一個附詐 這位就是我們花瑜族的 韓道的 韓道的 因為我們算到在台灣總共有三組的各個單位 那我們這個單位叫做花瑜族 那花瑜族底下有一個單位 第一個單位 我們這個單位叫做同等 叫做同等 所以我們韓道前人 我們韓道前人 就是花瑜族的領導前人 我們也叫做韓道長 他是在1943年來到台灣 以九層最高齡回天消毒 已經到現在有13年了 已經回去有13年了 這位就是我們花瑜同德領導前人 就是陳大夫 外面都稱為陳大夫 那老人家也是在1948年 第二次來到台灣 針水遭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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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是26歲 所以都是在中開放的整個花瑜同德的造型 這一個就是我們儀教管理的外觀 也是我們花瑜同德的具體造物中心 那我們剛剛上去的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武器店 武器店 我們叫做同德火院 這個火院裡面有三大功能 第一個就是民意傳道 也就是我們山道裡面 那個地方很大 由於在民之運運在人之間的因緣 來附化辱遜的 所以火場主要神志的功能 就是防疫上陣火法 防疫上陣火法 第二個就是修行警察 我們在火界裡面 可以藉助老闆現江車手禮拜 與相關的一些 祖一祖五 先火的節日 都來行李 那一方面 也是我們休息的正義 第三個功能 就是貪園 貪園招疫的地方 我們相關的這個研究班 相關大型的這個人才別訓 這個地方都是一個重要的堂 尤其是整個道場的重要山庫的班 都是在這個地方進來 這就是我們在今天國場 比較重要的三大功能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整個這個佛電 整個外觀形象 各位可以看出來 這就是我們在創造裡面 非常應該都是一個 四肢化的一個形式 各位可以看到它的整個結構 整個佛像的擺設 一樣創造大風都離不開 這樣的一個擺設方法 擺設的一個結構 我們大家要瞭解一下 那這個呢就是我們的樓下 剛剛一樓我們還沒有去 稍微有時間我們再去一下 這是我們一個白羊祖師的紀念館 裡面就是公共的 中間這邊就是低風祖師 也就是我們算上的第17代祖師 然後右邊呢是天然祖國 左邊是中華正 也就是我們第18代祖師 也是白羊的第2代祖師 所以我們這個紀念館就是 展白之尊正的 在零件的一個點算 所以有這樣一個紀念館 後面這個就是我們的道的宗族 後面這個就是道的宗族 後面這個就是道的宗族 也就是我們所有 專教道區 修行的一個總南省 總南省 就是一級的宗族 就是一級的宗族 我們再談到我們所謂的宗族 不過就是環十二三間 我們點點團師所談 我們在大學之後 因為有一些道經 他們學過少 也參加我們所謂的法會 這個經營成長年 外境成長班之後 他會到 他對這個宗教 有所比較 要有所了解到他的核心之後 那麼一定要再 除去的 萊斯亞與接觸 要不然的話 他會變成是社會化 不實化 總共是在社會當中 萊斯亞與迎來 這一種道理而已 像國師團 就是一貫道的特色 因為 我們最靠有認識 而且有一個 比較出發性的信仰之後 他可能很快的 就會選擇 就變成在早天的那一段社會當中 進展一段大的道具 叫夫婦的相互結合 尤其這麼多的學生 很多南部到北部就學 北部到南部去的 那麼就以中部地區 兩三年的發展 就到台北各個大專院校 那麼從 宏甲大學 首先成立了這個國師團之後 南北部 好多高中同學 你介紹我 我介紹你全省各地參加 整個學生的這個法會之後 那麼三個五個 就看到 宏甲的這個 創立 他們已經租了房屋 大家共同開國 就變成台北地區 成為國師團最多的一個地方 這除了在學生 大家已經開國 培植之後 就變成 租一個房屋 大家住在裡面 這個國師團就分數很久 接下來 除了吃飯 跟居住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 宏甲要研究道理 把剛剛我所談的這集 的重要的聽說 大家在早晚時間 會利用時間來探究 我在大學的時候 聽了學藝的介紹 明年去參加法會 我三天之後 就回到 御江 那個時候 不了解到你 跟父母聽說 結果都沒聽 只有聽了三天 哨禮 一堂課 我也沒有了解到說 隔天再回到台北去讀書 那後續的壓力才慢慢而來 跟著這一個學生來說 聽三天哨禮 回家 就跟父母聽說 這都沒聽 那這個力量也不曉得 從哪邊來 可是後面 一年兩年 在足跡感受到 父母親 親戚 很久 各方面跟他們說 年紀輕輕 什麼 與家族 跟社會 整個以後的交際 個人的事業發展 全部好像都馬上算徒教一樣 這是那個最道理的了解 因為還沒說到以前 對佛教的一些誅禮 基督宗教的一些 以及最重要的儒家的點擊 從國中階段 就以前很多古文都背了下來 人生的觀點大致上遠不遠的 但是對宗教的排他界 與此之間的相互不能濃通 中國拐家 大致於過選定 人生的出獎 應該跑哪個方面 時如果當有這個機閻 被習近利 應驗 這間的哨鷹 負了Ex sayin 也參加了三間的法會之後 那很清楚地感覺得到说 以後 之間 沒有這麼多宗教的問題 比如說 沒有宗教的問題 與人家的關係 有人跟 their names 以後 地 Yemen一 Ludwig 其無二處來 通通都是一樣的 故隱內盡基督就上天堂 跟著釋迦文明可見到之方 跟著同老夫無分 賤官勝義 其實都是個人的 人真天 天竟 竟同天來 人本著天理良心 本著這點國性 靈性的關鍵協而舞 就在國職團當中 他除了這麼多 各家天人的探究不怪 他又融合於社會當中 別反在學地 學地在學面 各方面生活當中的照顧 感情特別濃厚 尤其他除了一個學校之外 學生 他會看到整個學校 然後比台中必須 就有三十幾所的 整個專科 大專 大學 高峰 好幾個學校只有在一起 就成為一個學界 那麼比台北的話 那就更多了 好幾探索 讓學生抓了學校之號的 相互聯儀 彼此之間開設 研究團 大家共同的探究 設定的立道 會與三十一個學校 兩個佛堂 兩個果實團的運作 更加有力量產生出來 尤其在早間社會 社會界對學生的關愛 那所有的資源 足距不斷的投進來 好比 國實團裡面 學生經費不夠的 好多社會當中 經濟能力做 我以他們的愛心不斷的付出 關照到裏頭的經費來源 他們本身在作態方面 沒有經驗的 都是有很多 我們的轉輩 愛心不斷的來家與關懷 還促使著 我們的造船 這麼多的果實團 有幾道現段 它更是散北各地 好多的這個造船的殖民 現在都已經是果實團畢業又畢業 好幾個聯歲算來了 那變成我們現在所有的造船 他們的殖民 在高中 在大學的人數相當多 他不一定就在故鄉 故近 很多散北各地 甚至於全世界各地 都有這樣的一個情形 那麼就會加速介紹 我這個殖民現在到南部去 就哪個學校 就介紹到哪一個學校裡頭去 他的飲食生活當中 家長就比較不用擔心 所謂在家靠父母 出外靠朋友 一旦進入到果實團裡頭去 家長就比較安心 所以大股上不會在現在的社會當中變壞 因為生活屬居 而且他所接觸的 中途這樣一個道場環境 所以果實團成立出來 像我們現在到五十多歲的年齡 我們再往下來看的話 大概我們的學長 六十歲 五十 五十 三十 二十 這個果實團的文化 也成為我們八一同德 現在道路的五項 就是個人的經德 跟大家來介紹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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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每個人的舞台都很好 我們 我們問得點 我們講到現場面愛的 就是 我們要介紹一下 我記得這個 中環境很重要 在研究關道的講義很重要 是說 從常常會跨入到現在周圍裡面 他們在研究關道的組織 所以可以發展 就是說 他們發掘 一個果實團 它經營是一個社會的發展 所以它成立果實團 這個很重要 所以就是說 我領導人的眼光很重要 領導人他看到我們的社會 因為他在製建組織跟組織發展的時候 看到一些間諜的樣子 所以我們 我想我們同學對組織的發展 特別有興趣 我們在中環境所裡面 剛才年輕人都放到房子 有一個組織的發展 那從中環境周圍裡面 去看到 看到一個組織的間諜 這樣 那我們很謝謝我們的兩位親 我相信說在這個最化的過程裡面 我們中環老師也有 有一些 要給我們對話的一個 就是 給我們做一個補充 那最後如果有 中環老師做一個對話的補充完的時候 我們最後請我們的臨心理就做一個總結 那我相信說 待會兒如果我們有機會去看一下 可以也許比較 比較快的時間打擾 我們再用三招 解決一下 應該沒有關係 然後我們其實 最後這個這場廢話 如果我們中環老師要不要跟我們做一個廢話的補充 或者說明 做什麼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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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非常壓抑 其實就是說 就在中環老師的過程當中 除路是一個重要的關節 如果說你去做法國的人類型家旅遊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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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